来 我们跟各位解释一下为什么方向会变 你注意一下 我叫你看看红色的那一块 它转的时候 有的是接近N 有的是远离N 有的是接近S 远离S 然后接近N就要升N级 对不对 远离N就要升什么级 S级 所以你手比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跑出来 有的时候会流进去 懂吗 所以每半圈就 这个时候出来 那时候出进去 然后它永远都接在同一个极电环上 所以那个极电环 就有时候进来 有时候出去 所以方向就会发生改变 所以要交流 这要交流 那如果你做的那样有半圆形的 它就是在永远都碰左边 流出来的时候有时候碰左边 游截都碰右边 方向就不会改变 叫直流发电机 所以用这个跟各位解释 它为什么这样转圈圈 它的电流方向就是会变的 OK 那么刚刚跟你讲过了 交流发电机发出来的电是什么 大小也会变方向也会变 就长这样 有大小改变也有方向改变 但是我国中只强调方向改变 没有强调大小有改变 那你要知道 如果把它改成直流 就只有大小改变 没有方向改变 好来 请问你 我怎么样可以让我的发电机 发出来的电多一点 就回到当初那个问题 那个感应电流大小跟谁有关 感应电流大小跟谁有关 感应电流大小跟谁有关 那我怎么可以让它发出来电多一点 我们前面教感应电流大小跟什么有关 我们讲了三个还记得吗 我说最爱考的是第一个 然后呢有两个 可不能比较少 最爱考的是什么 市场变化率 对不对 然后考比较少的是什么 市场强度跟限圈密度 所以我怎么样它变强 加速多一点 强度强一点 转的快一点 限时生活里发电机做完之后 限圈密度是不是固定了 对不对 不可能现在绕五圈 要停 要绕三圈 做三圈之外不可能 那正常情况下 你是放永久识碟的 你的善长会不会变 也不会变 也不会变 所以只用哪一招 最左边这一招 转快一点 转快一点 所以限时的发电机 你基本上右边那两个应该都处理不了 然后只能用左边的这一门 转得快一点 但是在理论上 如果我做不同的发电机 那么限圈密度大了 电会强一点 然后磁场强度大了 会强一点 会强一点 OK 转得快的也会多一点 这就是 回到我们当初讲 哪些因素会影响我感应电流的大小 所以这些方法就可以增加我发电机所产生出来的电流 这样子可以了吗 OK吗 OK 很好 很好